美国民主政治非常成熟了 政党轮替也都是常态 因此不管是共和党的官员 或是民主党的官员 只要是任何美国的官员或前官员 其实来到台湾 我想这都是增进台美关系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这我们绝对乐观其成 但是在这一个蓬佩奥 大概三月要来台湾的时候 刚刚我们在广告期间也有讨论一下 我跟江启臣委员 尤其江委员他又是外交国防 长期的专业的委员 也在讲啊 下个礼拜开始要开议了 各委员会要来做专案报告的 我们也应该要好好的来请教一下 不管是国安单位或是外交单位 到底这一次他来访 是我们主动邀请 还是他被他这个主动说要来台湾 那还有中间有没有涉及任何的 相关的一个费用 谁出的钱 以及是不是有动用到人民的纳税钱 我觉得这应该也要说清楚 来让大家好好的了解 而在上一段节目 我们一直谈到是说 这一次乌克兰的这个世界 其实牵一法动全身 我想很严肃的课题来看 我个人认为乌克兰 现在的这个地区的战争 基本上是应该是结束 可能各地方的零星的战争会有 但是目前来讲 因为美国也好 俄国也好 他不会到最后主动的两军 互相的交锋的时候 有可能现在是已经结束 所以为什么现在还是大兵压阵 就是要确保不要再恶化下去 我个人认为 比如说像俄罗斯也好 普丁他现在其实说已经有拿到他一定的战功 在乌冬两省的部分 现在已经是独立了 已经变成是跟俄罗斯比较相对亲近了 对普丁来讲 他对内已经可以交代了 并且可以激起俄罗斯境内的民族主义 来去做一个内宣 但对美国来说 其实美国他现在也有做 所谓的美德英日等相关国家的一个制裁 只是因为俄罗斯他相对来讲 他是一个大的经济体 而且是国内的经济为导向也因此这样的制裁 对于他自己的内部经济 会不会有产生一定的作用 我们还要观察 但是我想现在的情况已经从短期的 短期的一触即发的战争 会变成演变成长期的一个对抗 跟长期的一个持久战 但是对于全世界来讲 影响一定会有几个 第一原物料短期内一定会上涨 第二能源的价格也一定势必上涨 因为我们知道欧盟有百分之四十跟百分之四十的天然气 跟百分之二十五的石油 都是仰赖俄罗斯 还有第三最重要 乌克兰绝对回不去了 而我很悲观的也要看一个很客观的数字 乌克兰我查了一下资料 有一百八十八个邦交国 一百八十八个邦交国 但是在这一次俄罗斯入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联合国也好 美国也好 欧盟也好 对于乌克兰的协助 还是如此的有限中华民国此时此刻 我们只有十四个邦交国 如果我们真的有发生任何的状况的话 我们的处境会比乌克兰来得好吗 这点值得所有国人好好的生死 乌克兰现在有请联合官安理会开会了 可是现在轮值主席 刚好又是俄罗斯 当主席 来院长 就是说这个时候 这个蓬佩奥来 你的意义在哪里 你怎么看 我想这个他在在这个任上的时候呢 我想大概都无无掩饰他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支持 那我想不管他未来有的个人的生涯规划是怎么样 就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不管他是要画一个据点 或者是说这是一个起点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这个动作 至于来了之后呢 我想作为我们的这个政府 我想基本上毕竟他是前国务卿来者是客 不过呢 我们也要很务实的知道 基本上这个现在的执政党 基本上是这个民主党 那我想这个基本上这个本来这个再也来的时候 这个我们在接待方面 本来就是在外交上 就是一个比较要比较适当要去拿捏的 那我想凸显了 我刚刚讲的就是来者是客 那这个基本上给他这个基本上 因为下台之后呢 给他一个尊容 未来他如果要再上来的话呢 我想他应该也会记责 但是呢在一些比较可能会比较敏感 尤其是跟这个执政的 这美国执政的民主党 会比较敏感的一些议题 我想基本上恐怕就是至少不要在台面上 把他凸显 那至于说有什么闭门会议 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有话直说吧 那至少在公开的场合里面 这个基本上这个就不要凸显 但是呢 有时候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那还有他来会讲什么话 那当然就不是我们可以可以做 但是说如果万一有来了之后 讲了一些比较刺耳的 所谓刺耳就是对对岸来讲 比较刺耳的话呢 我想作为邀请单位 我想可能也必须要看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 来也设法来降低这个可能未来 他的言论的一些对我们的一些假设 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影响 不过理论上他来一定两点他就会谈嘛 一个是支持台湾嘛 说台湾很厉害在民主国家很棒等等 这个反共的灯塔 这个抗中的前沿 另外他一定骂老共啊 他一定骂一定骂 他只骂到什么地步 只要看 那媒体也可能会问他 比如说如果媒体就问 你的总统川普说 这个很钦佩普京啊 然后应该我们也派为何部的南方 你怎么看 如果媒体开放媒体访问 媒体可能很好奇 会问一些跟乌克兰有关的事 当然那还有九天以后了 九天以后情况到底变得怎么样 那又是另外一个观察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